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早晨 来到数据尋补 逢星期二最开心见到Eric上来的环节 与大家用不同的财务指标数据或技术分析 筛选有投资价值的股份 Eric 今天带了什么题目给大家一起尋补 北水 为什么选北水 如果大家留意过过去几年 其实北水的成交额 占整体大涉成交逐步上升 其实最近如果大家留意过 其实北水的成交额占每天差不多25% 其实看到数字慢慢上升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一件事 就是北水的成交 资金流入或流出去 其实对港股的影响有一定的启示 所以为什么我们平时做节目 很多时候开市也好或者做节目 都要用北水来说 就是因为北水流入还是流出 其实对于我们港股的走势 是确实有些关联性的 Eric 你很好 已经帮我们整了一张图表 是说北水近期流入来港股的迹象 把图表看上去很复杂 不如你简单告诉家庭观众 这张图表想表达什么 好 简单上面那条线就是恒生指数 下面就是代表了每日北水的资金 淨流入的情况 绿色巴在零水平上面代表淨流入 下面代表淨流出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情况 如果用单日来计算 密集地出现一些每日淨流入的金额 是去到60亿或以上 等于红色框固着的位置 你会看到很多时候 恒生指数差不多出现一个周期的底部 或者是出现一个反弹的情况 所以很多时候 当出现这样的情况 大家要留意 可能代表很多北水流入来 会带动港股做好 而最近大家看到最右那边 其实都开始有这样的情况 间中一两天 见到淨流入的资金都有60亿以上 所以变成港股表现开始做得好些 是 简单来说 如果用去年中间的框框 加上最近三月份的框框 近三月份的框框 其实就是那两次的形态很相近 就是港股开始有一个 比较显著的回调的情况下 就看到北水有一个流入的情况 而且根据参考过去历史的表现 每当市场然后北水捞 如果继续捞的话 就捞得起市 是 没错 这次亦想用这个理论 就是Eric帮大家去筛选一些 有些有投资价值的股份 北水清雷的股份 不过纯粹说北水买 我知道了 就不是很符合你的选股原则 因为你都相当有多条件 选一些精算有意思的股份 这里列了很多都交给你 简单来说我们会先选 过去一个月和一个星期 都有资金淨流入回港股的情况 另外因为北水来说 都有很多不同市值的股份 我们选用市值100亿以上 是 继续一些比较市值大的股份 另外你需要 就是过去一段时间 有北水流入的话 那个股份的表现都是强的 强的意思是 跑赢了限星指数 我们都会用一个叫RS评分 之前在节目说过 就是简单来说 我们将所有港股 二千多只港股 是因应中短长线的表现 去做个评分 越高分的话 代表了它的强势就非常强 OK 70分代表了整体的表现 是比整体港股高 7成以上的股份 好的 第一回合的筛选条件 已经相当不简单了 到底有多少只港股 符合了版面上 这四大条件 拿一个放大镇窗来 一起尋好就有结果了 好了 筛选了部分的结果出来 其实坦白说是全裂不完的 因为你选出来的结果 我记得整超过五十只 五十只 五十只 版面上只裂了十多只 给大家看 十只 就这样选上去 选不下手 因为什么类型版块都有 电讯也有 金融也有 保险也有 石也有 倒液 什么都有 其实看得出 北水选的股份 市值大的股份 比他们捞的股份 都相当多 绝对不少 没错 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好呢 还用不需要加多些筛选条件 才可以 说起来五十只 真的买不到 是需要的 因为简单来说 我们看到股份有资金流入的话 其实除了资金流入之外 其实我们也要看基本面 是 甚至像一些ETF 我们有时看到资金流入 但是本身的前景 那个不行的话 这个表现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下一轮的筛选 就要用一些基本面的情况 基本面 包括什么因素 多数都是说 那间公司是否赚钱 还有其他 其中一个就是 看估值贵不贵 看它的预测市盈率 要低于15倍 另外分析完 过去这段时间 两星期都有调升 本身的目标价 代表最近有不水流入 分析员也认同 你看到它也有调升的目标价 另外分析员的目标价 还有一定的距离 代表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所以用这些方法去做 再问多一点 对于下面这两点 就是说分析员的看法 这个也是Erik 喜欢选户的方法 市场要保持看好的股份 才可以选择 第一点就是预测市盈率 你说要小过15倍 相对上估值没那么贵 但是如果刚才我们 篩出来的股份 板块很不同类型 什么都有些 我们用低过15倍来比 其实算不算是fair 还是有什么启示 即是希望篩得出 什么类型的板块呢 本身这个预测市盈率 其实是说什么呢 是说坊间分析员对某个股份 未来12个月的盈利预测 而计算出一个PE 预测的数字 这个数字你说得对 因为不同板块 有时要用不同的标准量度 例如有些专业派息股 可能要看股息率的情况 所以为了比较容易去做一个篩算 我们会用一个预测市盈率 这个就比较简单 直接看盈利和股价的关系 而且现在恒生指数 都是大约十多倍左右 所以我也不希望 选择出来的股份 那个股价太贵了 明白 其实重点就是 我们可以用恒指作为一个参考 没错 就是不要比恒指太多 对,没错 没错 那就加上这三大条件出来 最后入围的股份 包括哪些呢 拿个放大镜出来 再看看 好,结果只有七只股份 入围是符合到 刚才Eric所提到的一些条件 就是分析员继续看好 调升过去的评级 那些 另一方面就是说 它的预测市盈率 低过十五倍 就是有中移栋 润地 新华均能源 中国建材 中国人保 还有网龙 感觉上好像有个别股份 不是市场特别 热外的股份 你会如何帮大家去选择呢 我想我会选中移栋 中移栋就是最稳定的 大家市场最追捧的近期 是的,没错 而且大家最近都看到 中移栋持续破新高 对 都破三年新高 而且现在的股值 大家看到它都不算贵 就是说的 都是8.9倍的市盈率 而股息率都大概 都差不多9%左右 所以基本面也是非常强 如果看走势 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周线图 比较长一点的历史 大家会看到 基本上中移栋 在2015年开始 拉下来的下降趋势 已经压住了 而在过去这两三年 其实大家留意 基本上大概46到59元 这个区间是打底部 打一段时间 到了最近 其实刚刚突破了 下降趋势线 也是突破了 培区的顶部 59元左右 所以走势来说 明显转强了 似乎一看到 二度平均线 开始慢慢由低位 转回来 代表基本面 和其实走势 都有明显的改善 所以我估计 短期来说 有机会 目标价 才会挑战70元附近 相当于整个跌浪的 38.2% 反弹载力位度 好 中移动 觉得可以先试 就是70元 说真的 近期都陆续看到 大行近期都抢好 好像都想设定 70元 最后一个目标 希望今次 用了这么多数据 选择出来的 最后中移动 都确实反映近期 有强势市场 没有猜错它的走势 多谢Eric 这么详细的分析 这节讲到这么多 先头头 请不吝点赞 第四季按年纽规为盈 赚超过20亿元日文币 收入按年升7.5%至50亿元日文币以上 公司表明旅游限制取消后 近几个月市场强劲复甦 有信心随着营运效率持续提升 在全球市场可以有更快速的增长 据报美团可能削减网约车业务的规模 公司未回应报道 路透引述美团创办人王兴发出的内部信件 要求将网约车业务转入美团平台 未来会减少资源和人力投放 现时在网约车的团队部分会调配到其他业务 美团2017年推出网约车应用程式 两年后因为亏损一度暂停营运 去到前年年中内地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 应用程式在内地下架后 美团网约车随即恢复运作 近年年初滴滴获准重新吸纳新客户后 外界预计市场竞争转趋激烈 澳伯控股预告去年亏损扩大 亏损大约78亿 前年亏损41亿 除了因为去年第三季 头三季防疫限制导致经营亏损严重 亦由于为了续排和提高营运效率 已关闭五间由第三方拥有的娱乐场 以及两间自行推广的娱乐场 并且翻身回力大流 所以合共提计减值大约12亿 但公司强调经调整的除息税 折教和摊销前日利 即是伊比达没有受影响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港股本身都是高开几点 之后曾经倒跌过 不过10点左右突然抽升 抽升三百几点 高位突破过两万一 修复了二十天线 兼且修复了五十天线 暂时二万零九水平升到三百四十几点 护心量市暂时就个别发展 上证的话就有些再破位 七个多月高 最新是三千三百三十七点 至于深圳股市就向下 深圳就跌大约是百分之零点五 板块方面都几个别 在A股方面 看到传统的一些经济股份 包括在一些油股、金股、银行股 以及一些煤炭股 今早在A股做得不错 受压一些的股份 要数到近期一些6G的概念股 一些通讯设备 和一些通讯服务相关股 今天在A股就受压一些 后市如何分析呢 要请教一下嘉宾 继续有KK在这里 早晨KK 是 早晨博莉 早晨早晨 先请教一下你的A股 即是今天的表现都几分化 看到上证继续向上破坏 看到深圳市 就继续是高位回调满情况 怎么看这个情况 是不是都会继续下去呢 暂时看都是一些 传统类型的经济股份 就有优势 尤其是上证指数 近期都一个很重要的阻力位置 3300的位置都已经是突破了 动力就虽然不算太强 但你看回今天的资金流入 都是以一些传统类型 就是上证为主 反观深圳城市 甚至乎是其他板块 因为主要都是一些 可能高增长型股份 可能包括一些概念股 甚至乎一些科技股份 大家都看到 个别发展又不是很差的 只不过不够这一层资金流入 这么明显 但这个趋势都没有改变的 其实由去年11月开始 虽然幅度上 不可以说一些传统经济股份 做得特别好 不过你在趋势方面 当调整的时候 调整幅度会比较少些 以及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形态 都是一些传统类型股份发生 都是代表一个大主题 就是今年都是 无论是内地的股票市场 甚至乎一些外资 南水北上 都是以今年经济复苏 作为一个主题 那这些股份 就明显的资金流会较强些 好的 相征暂时就升16点 3330几点的位置 资金面方面都留意着 见到银行今早的逆回购规模 30亿而已 近两个月以来最少 在市场正回笼 4700多亿的资金 这个回笼的规模 亦都是近两个月以来最多 人民币上天就 少转弱的 不过今早就回稳 零岸价6.94到这些水平 到培回 板块方面都要和你跟进住 今早无论港股还是A股 那些石油石化股 相对来说 相对强 和大家看看价钱 见到A股方面 中海油A股一度是升停板 兼且创上市新高 至于其他A股上市的油股都做好了 中海油升到大约是百分之九 中石油升半成过外 看上港股上市的油股这些价 三大石油石化股 三桶油 再创五十二周高 再破顶 中石化股至少是四年高 最新升幅半成过外 海油都是半成过外升幅 中石油升大约是百分之四 又复股都OK 又复股中海油田服务升幅都大约是百分之四 一来油价有些少起动 看到纽油今早早 继续创大约是一个月高 纽约其油80元以上 至于国企概念相关都有些炒作 见到近期中字头 大家觉得中海油这些都归类中字头股份 亦都相关炒作 还有股息率都吸引 KK觉得怎样看这个板块 是不是真的仍是一个值得部署的板块 绝对继续可以部署 因为刚才都说过 今年的主题都是一些传统经济类型股份 而在现价 就算由去年十一月升了很多 又或者刚刚由二月底升上来都不少了 但实际上的股值仍然是一个合理的水平 你说未去到很吸引 之前太低了 现在股值收复了 有资金流入 但都未算很贵 你看一些中资的电讯商股份 他们的息率回报仍然是OK 现在当然是低了很多 因为它加升了 因为你有比较 你拍摄在外国 就算是电讯类股份 可能只有三至四厘 但现在就算息率已经是回低了 去到五厘以下的 或者是四厘以下的 你都还有中电信 联通这些 所以整体来说 中资类型的股份 是有一个长期股值低的因素 所以如果今年我们去比较 今年的主题又比较独特些 因为内地是讲的复苏 外国又讲经济衰退 会不会在之后会再有些资金 继续留意一些中资相关股份 而在刚刚过去那两个月 内地的经济复苏情况都理想 这些会进一步吸引到资金流入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四厘旅股份 受惠经济也好 或者是中字头概念也好 你再加上国际油间的上升 大家猜是腌炎气 接下来五至六年的见顶了 你昨晚又有 沙特那边又不会退出OPEC 我想这些因素加上一样的话 形成了今天的升势 而当然你说今天高吹风险是有在 那又再等机会 调整的时候再吸纳 又或者有货的话 应该继续握住它 如果看油价的话 刚才都讲到几大理好因素 一来就是内地的经济数据OK 看到制造业把PMI近十一年来 最高的扩张部分 支持原油需求 不过大家又怕着 会不会美金 有些少转强的时候 油价美金计价 会不会影响到油价的升势呢 今个星期也有很多 美国相关重磅的数据 和巴威尔会讲话 会不会说油价的看法 是不是真的一面可以向上 向上一路破坏 那当然不会升得太多 因为你升得太多 又担心通畅 通胀太高 美国又加息 美金转强 变成经济衰退 所以我觉得油价 未必说真的可以很夸张 去回俄乌事件之后 譬如纽约旗 又去回90元那些位置 未必 但是它不升到那些位置 但是它不会跌得太多 甚至乎都可能是高位培回 八十多元那些位置 八十五六元那样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 通胀都仍然是高 供应都是紧张的 相对于没有俄乌事件之前 所以油价和两年之前 是会有些不同的 一年前俄罗斯 乌克兰事件开始 再早一点就是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无论是这些 情况都已经和以往不同了 那你内地今年年初 其实很多一些分析都在讲 内地的经济复苏 真的可以令到油价又会高一点 所以我想总总整体的因素 我预期油价都是高位培回 再在现价去到一百楼上 我觉得就机会比较小了 但是你说就算美元转强 又或者是外围方面经济是差一点 那都未必会令到油价回太多处 好的 那些石油石化股部署方面 刚才讲到 近期其实都升得几急 你看过RSI那些动力指标 那三桶油其实都80流上了 即是根据一些经济通的数据 那近期股价都略升幅度大 今年来三桶油都升了两成多 那来到这个位置 会不会说回调到一些什么位置 才叫做比较值得吸纳呢 其实如果是在昨天那些位置 那一定是值得吸纳 因为昨天呢 其实它们正式升穿了 即大部份升穿了它们股份的患行区分 所以如果你以和油价敏感度最高的 那可能真的要数到去 11.7、11.8 但大家都知道 今天你都12.6 那8毫子就比较难去跌 还有虽然它们有些超买的情况 但是你以动能 甚至乎都没有出现一些背驰情况 股价短期都应该是强势的 所以如果你说有货的 那当然恭喜你了 昨天破位 今天都仍然大成交 短线应该都还可以去的 那多持一会儿 那如果你说没有货的 那唯有等下一转 我想时间都要等久一点 有个可能的就是未来公布业绩 因为去年下半年业绩 我觉得都有一些波动 可能对于比如中石化 中石油这些 可能都会有些调整机会 但相对来说 就算经济不太好 或者市况不太好 中海油都会比较硬正一些 那这个可能要等长一点时间 才有机会回调了 好 明白 谢谢KK的分析 有没有拿着刚才说过的呢 没有的 好 多谢你 看看中资金融股 回来即是麦博的时间 港股年升两天之后 今早就持续向好 一度升就超过四百点 上回去两万一的水平流畅 跟大家跟进一下领象行业 刚刚有和大家谈到的石油石化股做好 三只都见了超过十二周的高位 看着隔晚原油期货价格 年升第五个加益 虽然内地方面就调低了 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但市场仍然看好 当地的原油需求增长前景 挺痛有的表现 最新有3%至到半成过外的进涨 升的行业 有些金融相关的股份 汇控方面 今早见了亚二周高位 国际和本地银行股做得挺好之余 有些内银、内险股都做得不错 由处行升到3%以外 中仁秀都升超过2% 现价是14元两毫子 至于今早要跌的行业 继续都有些教育类的股份 当中东方教育 搬成过外的沽压 新东方都跌近半成 看着希望教育 跌近3% 现价部在6毫6指 讲开跌的行业 还有些里业股 两只里业股都要受压 最新天齐里业跌幅超过2% 部份是57.35元 禁风里业也要向下 先聊着 好,回来节目时间了 这次有KK和大家看着的司机 KK你好 你好 和我先谈谈恒指 最新的升幅 继续还有200多点 今天也算帅 因为曾经上过2万1流上 但这一刻升势略为回一回顺 升至215点 升幅有1% 跌在2万846点 A股方面上正又跌转升 最新升至15点 但深正又继续跌 先谈谈大市 这两天 两会开了之后 政策方向都明确了 但指数 最初 好像今早要开出来的时候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方向 先低开之后 又称为倒升 但现在升幅显著扩大了 暂时在看什么位置 2万1今天都叫神经上市过 可不可以变成一个不错的支持位置 希望 但我又未期望得太高 虽然今天都是有些突破 甚至乎你连上个星期 那些有支阴烛仔 20天线附近都有突破 但暂时看 整个成交 你见现在都是五百多亿 就反映了 其实资金流入不是很明显 除非你说 譬如下午回来 你成交去到1400至1500 甚至乎在两会期间 会更加多一些好消息 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暂时在2月 大部分时间 都不是说2万1 2万千3左右 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阻力 因为当时都是在一些平台位置跌穿 而在短期之内 很快 就是今晚和明天 你会等待鲍威尔所说的 究竟他怎样看息口变化呢 很近星期五又有飞龙 所以这个港股的趋势是会反弹短线 但是去到上面 阻力又会比较大些 动力可能之后都会减弱 甚至乎受外围影响 但港股暂时就不可以太过乐观 审慎去看看卷期的走势 好的 注意到今个星期要看美国经济数据 菲伦数据是周五 那时候就会知道 加上美国、联储局、鲍威尔会说些什么呢 到底市场是不是已经消化了呢 还要慢慢看着 不能太乐观 暂时都看到2088点这个水平 今天上过2100以上 那时的高位21005点 今天的高位 现在相差大约200点左右 好了 今天就和你看看内银股 今天的市场升得好 除了上一节和你谈过一些石油股 中海油、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中石油 中石油 3-4%不等升幅 如果再数到有什么好的蓝筹股 就开始看到内银股中影 或者中资金融股 版面上就不详细报了 内银股普遍1-2%升幅 个别借油储康升3% KK今天这版本升得好 有个消息 不知道关不关事 但都和你谈谈谈 就是四大贵有银行 公中建龙任命了新的副行长 内媒说今次的特色在于什么呢 这三名其中新的副行长 就是70后 公行一位是1969年出生 70后会不会年轻一点 为市场对于下的四大行 有些新气象 有时换下新的管理层 都会有新的憧憬 这个不知道 当是其中一个消息 告诉大家 另外一方面 就是留意上个星期 人民银行行长易干 都见记者说到 暗示减过存款准备金 有机会就较调低贷款利率大 不如先这样说 对于这些消息 你又会如何解读 今日内民股的走势 其实应该都有关 大家都会觉得 传统的银行内地 其实一直以来的生意模式 都比较守旧一些 虽然我们在说 好几年互联网金融如何发展 但是你见不见到 一些内地银行 会有些很大变动 或者一些很破格的业务变化 又好像真的做不到 又或者说收入的结构 亦都比较明显 都仍然依赖利息收入那部分 非利息那部分是赚钱的 但是做得不多 是不是真的一些人事变动 会有些新的思维呢 我觉得这个市场 是有一个憧憬在此 当然国有银行 就不是说你任命一些 年轻一点 就可以改变了他们的营运模式 始终国有银行很大奸 不是说改就改 是的 不过都可以留意一下 其实上一次五年 就是任命转的时候 我们说内地人民银行也好 内地证监会也好 都是有些人事变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 就是换一些新脱 但是整体我觉得 不单止是说银行的 今天很多传统类型的股份都上升 是的 我觉得资金是愿意买一些 中字头相关的一些股份的机会 不过花旗说了一点 虽然现在内地和香港的保险公司 最坏时间已过 但是觉得去年 就是整体来说一些险企 就是那些盈利 表现得很坏参叛 现在其实大家都继续等着 这些中资金融股出业绩 或者是这些保险股 今天这个升幅 我们又如何去解读好呢 其实都是炒中置类型的股份 不是中置类型的股份 差不多 差不多 不过刚才又没有说一个走势 就是这些国企型 大家都想过 会不会在两会新的人事 人事任命之后 它的价值会再出现 因为你见两会期间 都有一些政协都有提出 如何去将中国 尤其是国企和央企的价值 有机会重新去估值修复 所以大家可能会想 未必去到改革那么夸张 但是你再三这样提 就给市场的一个信息 就是它们是够便宜的 不过今年我觉得保险类股份 其实你有两个优势 你A股也好 甚至乎它们最坏情况也过去 我觉得升价也很有合理 好啊 这次和你先讲住 中资金融股这么多 晚点和你说最差比较的蓝筹 周大福在1.6% 稍后找你慢慢拆解 好 好 小心 好 小心